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期的器材档 我是老庄 这一期的主题是 X1第二代的装饰说明书 很多朋友想知道 传统数码单反跟中化幅相机有什么区别 好,传统数码单反比中化幅相机 对焦快,连拍快,易操控 但是也无法达到中化幅相机的射身 临场感,宽容度 我们如果打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比喻 我们可以把数码单反比成一部轿车 那么我们的中化幅相机可能就是一部防车 它可能没有轿车的所有性能 但是不影响它成为一部车 然后它又有轿车没有的性能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开房车上下班 那么回到我们的X1第二 它是全世界第一台无反的中化幅相机 它破天荒地把一个中化幅的CMOS 塞到了一个135无反相机这么一个大小的机身里面 可以说前无古人 虽然后面有很多来者 那么在我看来X1第二相机有哪些优点呢 首先颜值满分 刻字的外表下面有一点点的小张框 一代它是银色 二代是石灰色 二代刚发布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它是跟哈苏的H6D同一颜色 后来我发现 我太年轻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它其实是跟这个同一颜色 怎么说呢 难道只有我觉得还是银色好看吗 我觉得银色才对得起各位那种 无助暗放的魅力吧 第二 全金属的机身 香 就这味道 我是一个有严重金属洁癖的人 我无法接受中化服相机的机身也好 镜头也好 有大面积的塑料或者大面积的塑料感 那么因为是金属机身 所以它还可以用来防身 它的隐蔽性非常的好 另外 只要你愿意 还可以用来砸核桃 但是也是因为它这个金属机身 所以很多人抱怨它太烫 烫其实是因为它金属 所以它的导热性散热性非常好 反而会让你觉得烫 那么性能也好 拍摄上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居然有人黑它说可以煎鸡蛋 你煎一个给我看看 第三操作界面非常之友好 它可以说把北欧那种 极简的工业设计风格发挥到极致 常用的相机功能 我们可以在机身上面 通过拨盘跟按键来组合完成 也可以在屏幕上面 通过两次触碰之内完成 哪怕是非常用功能 也可以在屏幕上面 通过三次触碰之内就可以搞定 所以这部相机 不管从外形也好 UI界面也好 都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喂 我在录像 鸡排饭 加个蛋 第四 它是中画幅相机的最小机身 但是它又拥有中画幅相机的最大屏幕 它的模具跟XED的一带是一样的 但是它在后边部分挖掉了更大的一块铁片 塞进去一个更大的屏幕 这个屏幕是3.6寸 然后236万像素 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 只要确保你把镜头盖取了 那么拍出来的照片 绝对会让你开始怀疑你的摄影技术 你会觉得 哇 为什么我拍的照片这么好看 我怎么这么好 诶 像是上班时候不要刷抖音 对不起 我到零下好了 第五就是这个电子取景器 体验真的非常好 我个人很排斥 因为很多生产商把相机确实做小了 但是它的镜头还是那么大 另外就是这个EVF 很多时候它的颗粒感很大 而且有延迟 所以看过去的感觉 就有点像看那种诺基亚老的 撞头机的屏幕的感觉 体验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XED的二代的话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第一 它的EVF的像素是369万像素 第二的话 它把刷新率提高到每秒60帧 所以几乎就是所见即所得 体验非常好 另外值得一提的话就是这个感应器 这有个感应器 XED一代的时候 像我这种戴眼镜的人 我的眼睛跟感应器之间 因为多隔了一个玻璃 所以距离比普通要稍微远一点 长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应器 识别不到我的眼睛 我看出去就是一片黑 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会觉得很着急 因为会让我分心 但是XED的二代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很完美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第六就是它的各项速度指标 提升了很多很多 XED的一代 开机原则上需要一注相的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我怕错过镜头 所以会一直让它处于待机状态 那么我一天用掉电视 可能要3到4块 到了XED二代 它的开机速度快了很多很多 然后对焦也快了 连拍速度提升到了每秒2.7张 这个作为一个中华服相机来讲 已经非常快非常快了 很难想象的一个速度了 很多朋友都问过我说 XED的镜头群怎么选 首先这是一个45的3.5 小巧 装上去之后整机平行非常好 当年XED发布的时候 就是以这个镜头作为套机 来进行发布的 但我个人喜欢标头的视角 所以这个镜头接上去之后 我老觉得有点小广 但今年总算有这颗 65的2.8 65换穿成我们的数码单反 刚好就是正正好好的标头 那么这个镜头 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就是它的屁股 后组这个地方是一个长方形 我们其他镜头都是一个圆形 这个长方形设计的好处的话 就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屏蔽掉 这个眩光 还有这个新镜头 80的 1.9的超大光圈 很多人可能会说 1.9不算大 但是其实中画幅的1.9的话 可能拍出来那个效果 跟数码单反的1.2 差不多 甚至还可能会更虚一点 因为放大是看景深非常之薄 这个镜头完全刷新了 我对糖水片的新认知 全开光圈非常锐利 而且它的背景虚化非常的厚重 过度非常的好 完全没有那种 数码单反上那种贴片感 但这个镜头也有一些缺点 缺点在于说 第一它的口径非常大 所以它的对调速度 并没有其他几个镜头那么快 另外的话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外对焦的一个镜头 所以你在对焦时你会发现 前镜组是在移动的 所以你的左手能感受到一些镜头 来自镜头的震动 这是一个它比较不好的地方 这个 不对 是这个 90的3.2 它是一个人像头 对焦非常的迅速 然后全开光圈非常锐利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 再往上的话 就是110的微距了 我在H系列上面的话 微距这个镜头用了很多 但是在XID上面的话 这个微距让我有点失望 就是因为它的对焦形成太长了 所以它的对焦速度远远没有其他几个镜头那么快 所以如果你不是经常拍微距的话 我不是很建议这个镜头 转接方面的话 HASU XED这个系列 也延续了整个模块要设计的一个传统 所以有很多转接的选择 有那个XPAN的镜头的转接环 也有H系列镜头的转接环 转接环接上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H系的镜头接到上面去 而且可以实现自动对焦 但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话 就是只有新镜头 也就是只有成标的镜头 最高快门速度是2000分之一秒的镜头 才可以实现自动对焦 老镜头也可以用 但是无法实现自动对焦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转接环 就是这个 V口镜头转插一点 有了这个转接环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HASU的V系的老镜头 接到上面去 因为V口镜头的话历史很久 而且我们可以买到很多很便宜的二手镜头 另外的话 因为它历史很长 所以可以通过转接环或者改口 去用到其他厂商的镜头 比如说路来或者Binthe67的镜头 通过改口都可以用到XEB上面 这样的话一下子可玩性就拓展了很多很多 所以它的整个镜头群 我觉得还是非常完善的 说了它的这么多优点 那么有没有什么要吐槽的地方呢 当然有 第一个 因为它的模具跟XED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XED没有翻转屏 它也没有翻转屏 那么如果你想拍超低机位的话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趴在地上 拘着屁股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躺在地上 当然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 像你的客户假装你很卖力的这个机会 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黑屏的时间 还是有点长 那么五反的话通常都会黑屏 那么再加上它是中画幅 它是静间快门 我们每次按快门都有两个声音 第一个声音是静间快门在工作 第二个声音是静间快门恢复到正常 打开全开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比普通的135的那个五反的话 黑屏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点 当然在XED二代已经比XED一代要好很多很多 但是这个黑屏时间还是稍微有点长 我拍照的时候习惯是闭上左眼 但是当我的右眼看到是黑屏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慌张 觉得很不安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我觉得 目前还没有完全改进到最好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就是它的峰值对焦 峰值对焦的话它的公差还是有点大 特别是像801.9这样的镜头 它景深非常的薄 那么你在液晶屏上面看的话 峰值对焦提示是有 但是100%放大全看之后 你会觉得好像稍微有点虚 所以峰值对焦精度我希望可以提高 再往前面镜头群 机身下来了很多很多 超过了我的预估值 但是镜头还是高高在上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匀匀呢 机身其实可以再贵一点点 那要镜头再便宜一点点 结果上可能是一样 但是可能给人的感觉会不一样 那么这么贵的一个镜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体问题 就是我用久了之后发现 这个位置 对焦圈的这个位置 边缘会有一点起峭 所以这我觉得作为中画幅的一个镜头 这么贵的一个镜头 这一点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最后一个就是它的视频 它的播盘上面是有视频这个选项的 但是当你选到视频之后 它会告诉你 暂时不支持视频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就像你买了一个房子 它告诉你有阳台的 但是你入住之后发现 阳台是没有门的 你进不去 现在是视频时代 所以最起码把视频功能开放了 最起码可以把它开放成 跟XED一代一样的1080P 因为中画幅抵大 所以哪怕是1080P 它出来那个画质是完全 普通的135相机没有办法比你的 但是一代是有视频功能 但是二代却迟迟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那么我希望尽快可以在这个相机上面 看到一个4K的视频功能 哪怕是1080P 我希望它可以尽快地实现 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点 我们最后讲一下 使用XED相机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一个它是有电子快门的 电子快门的好处就在于说 你在使用一些没有 进间快门的镜头群的时候 可以用电子快门来控制曝光 那么当你在使用XED原厂镜头的时候 必须把这个电子快门给关掉 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果冻效应 再来看一下这里 有个洞 它其实是电池仓 它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它是没有电子盖的 有没有发现 我们早期的电池 比如说5号电 它的正极跟负极是在两端 所以那个时候需要一个电池盖 电池盖上面还有触点 盖上去之后才通电 那么电池盖的不好的地方 在于说你可能会损坏 你在不小心碰到了 打开的情况下 你不小心碰到了 可能会损坏 还有就是在盖上的状态下 你可能会发现 有的时候里面没有电池 但是你不知道 你拿出去之后 结果发现里面没有电池 那么HASUXED这个设计的话 你没有电池盖 所以你没装电池的时候 它是一个洞 所以万代电池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我们把这个装上去 好 装上去之后就是一个平面 那怎么取下来 这有个拨杆 一推它就弹出来了 那么这个设计非常的巧妙 弹出来的话 它是不会自动脱落的 它是一个防脱落的设计 只有当你把这个电池 再往回一顶 这个时候才可以把电池取出来 但是弹出来的状态下 如果你强行把这个镜头 往外抽的话 可能会造成这个镜头的轨道 或者里面那个电池仓出现损坏 最后就是我们的感光元件 它是整个相机最贵的一个配件 所以万一不小心你的手摸上去了 里面进脏东西 千万不要尝试自行清理 寄给HASUXED 好了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时间 也谢谢你的数字三连 Merry Christmas 下一期期贵台档 我们很快见面